做着预制菜,但是还能被消费者所喜爱 同时还能获得消费者高度认可的快餐品牌 我想只有沙利亚了吧 为什么有的餐厅做预制菜会被大家吐槽 但是他做预制菜却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能在市场站稳脚跟 最关键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他超高的性价比 除了价格便宜之外 他做出来的味道也相当不错 沙利亚虽然是日本的品牌 但是他做的却是意识的检查 可以这么说,目前在国内 如果你想吃性价比超高的意大利风味 同时又想简单的体验西餐的仪式感 那么沙利亚应该是最优的选择 翻看餐牌的时候你能看到 他几乎囊括了所有日式减餐的品类 大概在十年前我就已经是沙利亚的常客了 在餐饮竞争那么激烈的年代 你会诧异啊 十几年过去了 他的价格竟然没有太大变化 就算有变化 他的价格一般都把控在五块钱以内 无论是旧有的餐品还是新出的餐品 他的价格依然走平民化的路线 类比同类型的餐饮 能做到这种价格的 没有这么舒适的环境 有这么舒适的环境 价格就要更贵了 这一份墨汁玉面价格12块钱 但对价格来说 这个分量是非常足了 而且它做出来的味道 竟然相当不错 由于弹牙口感不会绵烂 面条的口感也做得贴合玉面的风味 吃起来劲道爽口 12块钱 能有这样的出品 真的没什么可挑的 这一份新品肉丸配鸡排价格23块钱 萨利亚的鸡排 应该绝大部分朋友都吃过了 严格来说 这一份也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品 事情观察你会发现 类似这些牌的新品 很多时候也是做了一个排列组合的变化 它的鸡排应该是经过油嫩化的处理 吃起来口感特别滑嫩 味道还不错 不过它跟广东的鸡有鸡味 还是相差线远的 像玉米这些 就是罐头化的标准出品 肉丸虽然看起来表面偏干 但是它里面却饱还汁水 浴室肉丸在口感方面是没什么弹性的 不过它的味道是相当不错 这价位能做到如此 也没什么可挑的了 小吃片盘价格28块钱 铁盘炉烤 出餐的时候是烫的 虽然都是玉制品 但是我认为它的味道做的还是不错的 在口感和味道方面 真的不输肯德基麦达朗那些 特别是他们家的肉肠 我几乎每次来都必点 真材实料啊 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 都秒杀外面那些淀粉肠 牛肝菌酱鸡肉芝士烤饭 价格18块钱 单从卖相都能看出来 这份餐品做得非常不错 如果放在高档一点的西餐厅 这份餐品怎么都会卖到30多块钱 能看到给的料是真的非常多 而且满满一叠 鸡肉表面焦香 口感滑嫩 俊菇的香气和酱汁的香气特别香浓 食材的味道渗入下面的米饭 米饭保持颗粒状 吃起来是爽口的 味道很香 这一份榴莲小披萨价格21块钱 以前还配披萨到的 现在就已经切好初餐 拿在手上的时候是烫熟的 实话说味道和口感是挺不错的 用的是马苏里拉姿势 而且很实在啊 它真的给了金枕榴莲 它的果肉能看得清清楚楚 披萨的饼底也算比较标准 起码比必胜客的好太多了 这一份餐后甜品 也算是新品价格21块钱 水果切冰上面加树莓酱 味道中规中矩吧 但是它的提拉米苏 我认为真的是做得非常不错 口感适逆油滑 食材用料一点都不连价 搭配唱饮的塔布奇诺 挺美味的 唱饮8块钱一味 我认为性价比依然非常高 唱饮可选的品类不少 例如咖啡的口味都分了好几种 且现在能提供唱饮的店 真的非常少了 萨利亚的模式可能会被复制 但就目前来说 却很难被超越 我认为这一份餐厅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